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你发现平时高冷的猫咪开始依偎在你身边 是啊 天冷了 猫咪也开始求抱抱了 但在户外的流浪猫怎么办呢 它们用什么方式取暖呢 白天猫咪相互聚在一起 晚上趴在车轮上 可一旦下雪了 又有多少只猫咪在这个冬夜 带着对人类的失望回到了猫星球 一场大雪过后 平时出门经常看到的那只猫 再也没了身影 也许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死去 是它最后的尊严 如果有家 谁愿意流浪呢 那怎样才可以帮助这些流浪猫呢 给它们喂食 为它们制作一个猫屋 在朋友圈转发 为流浪猫找领养人 这些都可以 如果你有在喂养流浪猫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方式 那就是TNR TNR现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流浪猫救助方案 以替代安乐死 成为国际上公认针对帮助流浪猫较为合适的一项措施 TNR分为捕捕 绝育 回归 T 捕捉 通过正确捕捉 使用专业工具 对流浪猫进行安全捕捉 N 绝育 带到医院检查进行绝育 绝育完之后 会有流浪猫专属减二标记 2. 回归 让猫咪回到熟悉的环境中 通过TNR 能从根本上有效控制流浪猫的数量 也能降低流浪猫对生活在城市的其他物种造成的破坏 还能减少猫咪夜晚发行扰民的情况 我们建议 如果你在外面遇到不满一岁的幼猫 领养它 如果家里领养不了 可以暂时给它一个庇护所收容它 为它寻找领养人 如果你遇到的是成年猫 并且有定时投胃 建议你先给它做绝育 再进行投胃 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保护流浪猫 但最好的方式 还是从自身做起 做负责任的主人 不要让自己的猫成为流浪猫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你还想知道什么内容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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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